网络谣言满前飞 如今网上更流传一种声称能够医治百病的神奇水假消息 卫生部总监纳多诺西山指出 当局调查发现所谓的电解还原水康恩沃德 不曾通过本地卫生部的检测 因此有关宣传广告都是充斥着误导性的讯息 当局将援引食品法令对付有关业者 在日语康恩意思是回归原点 业者在宣传单上打着饮用水能治疗糖尿病 腹泻 降血压或肝病甚至癌症 能治百病的名堂在网络宣传 不过卫生部发文告指出 根据1985年食品法令阐明 所有包装的饮用水必须通过卫生部的检测后 获得合法执照才能销售饮用产品 不过这款电解还原水产品不曾通过检测 也没有获准面试 因此业者已经严重违反法应 卫生部强调将会严厉对付业者 呼吁民众不要受骗 一旦业者被判罪名成立 最高罚款不超过5000令吉 或监禁不超过两年 转圈